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背壳接触的地方 它比较腥一点 所以我们给它拿掉 这个东西是怎么蒸 它都是硬的 因为它是背壳的收缩机 说过粘下来的硬机就是枕 其实是可以吊汤用的 对 吊汤的时候也可以 当然它腥味会稍微大一点 我们往里加点水 为什么我们就靠浸泡不行 还非得要蒸呢 只有浸泡才让它充分的涨发 吃到嘴里才能更加软烂一点 不然的话它会感觉很硬 塞你牙似的 通过高温的蒸制 长时间的蒸制 让水分充分的渗入进去 让它更好的涨发 这时候吃到嘴里才能够拿到那种质感 才不会让干贝显得发硬 发硬 对 好 我们放锅里头 点火 那么我们要蒸多长的时间 今天稍微小一点 蒸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了 要蒸那么久 对 它才能更加软烂 应该是先泡一泡 然后再蒸 就能缩短点时间 好 那我们这边慢慢蒸着它 对 这边我们再切点葱姜 以前还说到过一个菜 还是叫翻倍烧冬瓜 烧冬瓜 一般我们都切块 切方块 搁水里的长时间的烧制 这个叫烧 这个帕 一般我们都切成厚片 然后有的是通过油浸 然后飞水 然后再经过一个烧 最后勾完切 大翻烧过来 最后拖入盘中 这种技法叫做帕 听上去都能想象出 你想象到它是有区别的 就是口感和味觉的级别不一样 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切好葱姜的小料了 然后我们开始切冬瓜 好 这个是用不到蒜的 对 刚刚我顺口说了 这个用不到蒜 因为它其实还要的是干贝的那种海鲜的香气 对 和冬瓜清香的口感 这样我们把这帕子去掉 您刚才说了 今天我们要做盘 对 所以要切片 不能切块 比如说 在管子里为了漂亮 让我们把这角就抹了 是吧 哦 这样出来是一个 这个椭圆似的 让它更显得圆润一点 对 圆润一点 等于把棱角都去了 对 中国人讲的做东西嘛 要圆润 嗯 然后呢 这个呢 切这个片呢 不要太薄 大约有三三毫米左右 就可以了 嗯 再切薄一点会 哎 那就不好了 那质感就不好了 吃起来它会变得特别的这个叫 没感觉 没感觉了 因为冬瓜本身的那个一烧以后 它就会变得很软 很松的那种 刚才您说 这个冬瓜呢 要先用油浸 然后要再焯 对 但是这个油浸的手法之前确实用的很少 对 为什么不叫煸呀 不叫我们过去说 我们油煸一下 油煎一下 对 你说油温太高了 那么这个冬瓜表面就开始有煎的焦黄的焦糊的感觉 这个我们不要 这不行 我不能油温太高 太弯的就煎炸了 不行 但我们又不能不过油 对 你看油其实很少 你看看就是一点点 一点点 那如果不能油温高 这就下了 这就下了 对 很低的油温 很低的油温 就得下了 所以这个就叫油浸 油浸 对 但是它能高于100度 你如果拿水吧 水就100度 它出来就不是这个概念了 明白了 油浸的意思就是用低温的油浸泡这个食材 对 这些都是在食材的预知过程中 对 初步的处理 对 你看它逐渐逐渐有白的变成透明了 嗯 证明它就熟透了 那可能大家会说 我烧一锅水把它焯一下 它也会变白 吃嘴里水的 它没有这种香气 这个肯定是过的油不一样 概念是不一样的 你看小火一点点加热 不是说让它一下子跟油炸的似的感觉 熟了 对 这样的过程当中冬瓜也会出一些水 对 一点点 还没等它出水 我们就出过了 那些弹油色变的人可能会说 我这一进了油 我得吃多少油下去 没有 你看刚才倒那么一点点油 你看最后它都进不去 都得让它出来 它只是一个加热的过程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点开水 再一煮它 把表面的油也出来了 所以油浸过之后 其实我刚才说了 还要再用开水焯一遍 焯一遍 这样就把它表面的点油就走出来了 今天这两个动作 之前我们在学很多种菜的时候都没有用过 大家可能会觉得繁琐或者有点不理解 但是我觉得做一回 吃了口感大家还是会有体会的 你看它的味道就不一样 哪天您可以回家试一试 而且其实看也能看出区别 如果我们是用水焯 冬瓜到现在 这个形状不可能还这么挺实的 它就肯定已经塌秧的感觉了 好 现在一开锅 把这个油脂我们去掉就可以了 好 来 我们把它捞出来 这个冬瓜的预处理就算彻底 这就完成了 比起来冬瓜还是省事 那个要一个多小时 对 我们经过了耐心的等待 干贝已经在蒸锅上待了一个多小时了 对 肯定行了吧 可以了 这其实大约有40分钟 如果说你在家泡了凉 泡一会儿 拿着温开水 泡两个小时 你再蒸个半小时40分钟也行了 是吧 反正是得要一点功夫的 对 为了生火就先多泡一泡 对 好 我们蒸好了 我去出来 好 这水是非常鲜美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干贝的一部分精华 对 精华它的鲜味全跑这里头来了 要是扔了可能太可以了 剩下的干贝我们就拿手给它轻轻的一搓 你看就成丝了 真的 这实在是用不着再上刀了 不用上刀了 你看 这一整块 其实搁在手里头你看没有 轻轻的一碾 你看它就全碾开了 变成一丝一丝的了 只有蒸透了的干贝才可以 才可以这样 对 你没蒸透火候不到它是不行的 所以通过撕你也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火候不行 对 要是还撕不动就最好再蒸一会儿 再蒸一会儿 三倍搓成了 好 我们下面正式烹调了 好 终于进入 不是爬了吗 爬了 爬了 就要有很重要的技术动作 一点点油 一点点油 主要是为了爆香这点葱姜 我都把它们忘了 还有一点小料要爆香 对 一热了 我们就开始 放在一边 是吧 把这个料酒 先烹汁是吧 放下去 然后把冬瓜 放下去 嗯 姜啊 料酒啊 也就是多少是跟干贝有关 对对对 因为干贝它还有腥气的啊 我们再加一点点水啊 要开水 嗯 这体现出烧的那种感觉来了 对啊 我们要加点 需要汤汁 加点鸡丁 再加一点点盐 我们再加一点点白胡椒粉 嗯 这也是为了去去干贝的腥气 对 最后我们加一点点老抽提提色 嗯 这点颜色不要行不行 也可以 如果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不加这个酱油 老抽也可以 因为我们最后要加干贝 还是带点颜色啊 啊 来 这样烧一烧 烧烧入入味啊 这个还是烧的 对 现在是烧的 这离旁太远着呢 来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加上干贝水 哎 干贝水要加进去 大火烧开 我们小火微制 要烧到什么程度呢 哎 烧到冬瓜软烂了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多余的汁 我们快出了一部分 嗯 我们给到这干贝里头 啊 这是为什么呢 哎 一会我要趴这个干贝的时候才用到的 啊 现在我要开始勾芡了 那就是要收汁了 收汁了 开大火 这么快就要收汁了 对 最后我们拎入一点点葱油 啊 这是葱油 是炸出来的葱油 炸出来的葱油 嗯 顺锅边 我们拎入 啊 你闪开点啊 我要大番勺 我要大番勺了 哎 对对对 走 哇 大番勺过来了 最后我们拖入盘中 干贝还没有出现呢 对 最后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快出一勺汁来 就是在这呢 啊 最后这点汁 我再回来连干贝一块下 再来点这干贝水 沉下去 哎呀 这是干贝水 你一定没浪费啊 一定没浪费 嗯 来一点点老抽 好的 老抽 嗯 冬瓜三勺 看上去没有那么精心动作 对 这个时候你看啊 我们再把这一点一点点牵着 一收芡 哎 看见没有 最后我这点汁往这上一浇 哎呀 你看没有 这就叫 这就叫 爬 爬冬瓜了 干贝爬冬瓜了 第一次成茜 比较紧汁包茄 为了冬瓜软烂 香气够温度 爬一大分手出来 是吧 那个温度很高 所以把那香气逼出很大 是吧 最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干贝 打一个二次茜拎上去 那就看着很漂亮 对 二次的结果就是说 两遍烹的这个汁都能够 就是一层贴一层的 对 这个汁是整个在里头的 是吧 很香的 很够温度的 那么这一层汁是光亮的 是把它整个温度锁住了 除了大翻勺 我们要慎重的练 这二次收芡的绝对是一个特别棒的 对 这种方法家里都非常好使用的 说大翻勺我不会翻 没毛表 你小翻一下 也没毛表 再不成 我捣腾捣腾 我拿铲子给它翻翻 也行 但是关键就是说速度要快 对 因为趴菜它达到温度了 香气就出来了 是吧 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 大翻勺还是可以练一练的 那些比较有本事的人是可以练一练的 我们这些没本事的人也要快速的铲动 这个动作也是能做的 行 这个菜还是可以做的 大家要有信心 刚才虽然把这个耙说的好像有点悬 嗯 其实还是能做的 很简单很简单 而且这个这个技法如果做能做好的话 也是很可以拿出来显摆的 对 咸鲜适口 营养美味的干贝耙冬瓜是这么制作的 第一 干贝去掉应激 加入热水 上锅蒸一个小时 避出圆区流用 用手将干贝搓成丝状备用 第二 冬瓜去皮 切成三毫米左右的大片 在低油温时 油浸到变成透明色 再入开水焯到成熟 捞出备用 第三 热锅凉油 爆香葱姜末 烹料酒 倒入冬瓜 加开水 用鸡精 盐 白胡椒粉 老抽调味上色 淋入干贝圆汁 大火烧开 小火微炙 过程中 取少许汤汁 倒入干贝中 用水淀粉勾芡 顺锅边 淋入香油 大翻勺后 拖入盘中 第四 倒入干贝 拎上干贝圆汁 调入老抽 勾芡 浇在冬瓜上即可 好 今天学了一个盘 我们再学一个小菜 我们好吃 但是不懒痛 吃剩的米饭如何吃出新花样 天天锦囊 教您将剩饭摆变出新滋味 鲜虾冬瓜粥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冬瓜 鲜虾 米饭 鸡精 香菜等 做法是 第一 冬瓜去皮切丁备用 第二 将冷米饭加入三倍量的水 放入冬瓜丁 大火烧开 小火煮十分钟 之后放入大虾 等虾变红 并再次开锅后 加盐和鸡精 撒香菜即可 经典中国香 地道十三香 由网手艺十三香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影机官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 得意菜